歡迎收看今天的產業禁報 我是宇宗翰 馬上來帶您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公共工程壞勞政策 二十年來最大松綁 一億元以上可聘移工 國泰航空開盤前暫停交易 營運恐由中國國航主導 台泥主動提環線差國內三分之一 水泥供應恐受影響 國劇下半年省生樂觀 外資看好基美合併縱效 來關心台股 台股今天位隨美股漲勢 早盤在瓶蓋三王 台宿四包等全只股拖累下 開盤下跌九點七一點 以一萬一千六百點六一點 開出跌破一萬一千六百點關卡 最低跌至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七點三八點 盤勢轉由中小型個股 接棒撐盤支撐跌幅收斂 法人表示指出站穩五日限續工 技術面仍有利多方 不過短線孔因正乖離過大 又過熱跡象 加上資金快速輪動 需面臨整理壓力 但長線仍屬於偏多格局 後續可關注基期相對低的個股 提供給您參考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彩晶一百秒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指出 全球經濟總產值將比去年萎縮百分之五點二 面臨二戰以來最嚴重崩跌 百分之九十以上國家人均GDP也都萎縮 堪稱一百五十年來最糟情況 三星電子集團副會長李賽榮在本月四日遭檢方申請逮捕 不過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今天駁回檢方批捕申請 決定不予批捕 美國近期向臺灣發出戰略物資緊急需求 包括抗生素 口罩及檢測相關能量 其中臺灣抗生素大廠展望 口罩廠閩城 檢測試劑廠 普生與瑞茨等 正積極應援美國 業者透露近期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兩度來函指出 美國目線抗生素供應吃緊 要求台廠擴產 因應美國抗疫需求 中共先前在中國製造二零二五計畫中 定出二零二五年半導體自製率達百分之七十的目標 但市場研究機構IC Insights指出 到二零二四年中國半導體自製率 僅百分之二十點七 是原定目標的不到三分之一 新唐人雅台電視整理報導 金圓代工廠台積電 今年股東會首度改在新竹市國賓飯店舉行 由董事長劉德英主持 對於股東擔心的美中貿易衝突 外加華為風暴 劉德英強調疫情和貿易緊張帶來諸多挑戰 但打包票 有信心帶領公司持續成長 要外界放心 更首度大談美國設廠計畫 年度台積電股東會 台積電今年班是新竹國賓飯店舉辦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總裁為哲家出席 股東話題圍繞美中科技站 華為出口禁令 台積電高層信心喊話 怎麼樣培養我們公司的抵抗力 來應付這個新的國際情勢 就是這樣子 我請大家放心 這些限制都會一一化解 這齣戲還沒演完還會繼續 所以我們會找出方法來 那麼不可避免台積電會受害醫生 可是我認為我們受影響的程度 會非常的傻 尤德英指出美中兩國貿易戰持續緊張 但台積電秉持三大優勢 同時遵守相關法規 有信心化解挑戰 尤其美國設廠計畫 高層進一步透露 有助拓展美國市場 同時也將帶領臺灣下游供應鏈 前往當地 也跟亞利桑那州政府談 有在我們的廠的旁邊另批一個園區的一樣的地 讓我們的下游廠商能夠一起去 台積電今年重點放在5G市場 預期疫情過後高效運算成長將會更加快速 至於少了華為是否對營運造成衝擊 台積電這麼看 張忠謀2018年交棒傳承 兩年來台積電股價從226.5元漲到318元 市值從5.8兆上升到8.24兆 股東會前外資連日買超6萬張 短線就大漲超過8% 雙手掌營運家機也打破外界疑慮 新唐人亞太電視 領秋霞省為同 臺灣青竹報導 但你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紅博社西班牙央行預估今年經濟萎縮15% 金融時報德國工業生產崩跌18% 創始上新低 華爾街日報疫情導致美國實體銀行4 5月 人潮下降三成 網路銀行進一步取代實體銀行業務 日本經濟新聞 日本五月三百一十四家企業破產 創半世紀以來紀錄 今年來臺灣政府大力推廣再生能源 先前設立二零二五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 達二十Gigawa目標 在屋頂型太陽能發展 有望提前達標 這一位臺灣低迷的太陽能產業景氣 出租一股新動能 而彰化線因製造實數為全臺最長 許多工廠也開始建置太陽能板 相關太陽能系統商紛紛瞄準 在地的太陽能板建置需求 也有業者以一條龍的整合服務 搶工商機 政府推動屋頂重電政策 根據統計 二零一八年太陽光電設置量約 一點零五Gigawa 地面型安裝量為兩百二十六MW 屋頂型則是八百二十九MW 占比高達百分之七十八 目標2019年安裝1.5Gigawa屋頂太陽能 其中彰化線日照實數為全臺最長 有全臺最好的太陽能發電效能 及海上風力發電場域 許多在地工廠也開始建置太陽能板 工廠就變得比較涼 然後再來就是政府講 就是節能減碳 這樣也不錯 就是也可以賣電 然後我覺得 這個對整個來講都很好這樣子 以最佳玻璃工廠為例 根據試算公式 以五百坪的工廠成本大約一千一百四十六萬 一台電每度收購電價四點五七六六元 二十年後可獲得累積約超過兩千八百三十二萬元 投資報酬率高出一倍 吸引民眾越越遇事 不過業者表示想安裝太陽能板還要有這些條件 總經理劉宇龍二零四年進軍太陽能產業 在當時台灣太陽能產業正處低迷 劉宇龍選擇相對影響較小的系統選核領域切入 包括太陽能光電系統規劃設計 系統安裝及施工等一條龍的整合服務 小到一顆螺絲都嚴選台灣製造 在太陽能板的建制上 以業務善環境為目標的劉宇龍 有自己的堅持 只要是兩點我們不會去殘米失重 對客戶的評估 我們都要依照現行的法規跟法令 如果有違這些法規法令 這方面我們就不做 除了送這個結構計算書計算之外 我們還會去找那個鋼構廠 金屬加工廠 他們會去跟他們做討論說 怎麼樣的那個熱處理跟結構 是比較符合我們現在的這個氣候條件 因為我們這個一套系統是要 使用二十年甚至更久 放眼望去 兩千七百坪的工業用閒置土地 是滿滿的太陽能板 這是劉宇龍的第一個案子 也是當時彰化少見的大型案場 因地理位置靠近海邊 劉宇龍使用特殊防鏽的粗鋼鐵 也特別加強太陽能板邊框設計 結構扎實 看不出來這裡的太陽能板 以經歷一年多海風與氣候的洗禮 蓋房子的那種理念 的工法來在蓋這個太陽能 而且我們這個每一個基礎 蓋的時候 早晚都是要再澆水 都是以蓋房子的概念下去弄 其實劉宇龍是土生土長的彰化人 原本在紡織廠工作 有感於氣候變遷 造成地球暖化等問題 在太太的鼓勵下決定創業 踏入太陽能領域 初期我們在推狂 並不是很順利 近來還有政府的政策 還有一些利多 市值的利多 使用我們在推也比較順 喜歡推這個太陽綠冷的產業 讓大家 讓下一代有一個 美好的乾淨的能源環境使用 我滿喜歡台灣這一塊土地的 因為到世界各國 很多國家去看 不管是日本 荷蘭 比利時 德國 還是比較喜歡台灣 因為它雖然小 但是它就是很方便 很有人情味 氣候適中又適合居住 所以我會希望 這一塊環境不要被破壞 那保留我們這一塊淨土 現在劉宇龍擁有 電子背景的兒子劉仁豪 也加入團隊 壯大公司營運 並與產官學界合作交流 強化專業技術 透過綠能 為在立發展 盡一份心力 帶你看到明天六月十號 星期三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OECD經濟展望報告 美國公布五月CPI 聯準會公布利率決策 大力光 台速 核大 聯電股東會 主席總處公布四月薪資統計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產業進報 我是余宗翰 我們明天再見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